刚刚看完一部剧集叫《地面诗》 这是一个日本的犯罪演义片 整个故事由新装间的小说改篇 再参考现实的真实地产骗案 这个故事最焦在一个叫《地面诗》的地产欺诈集团身上 他们通过搜集资料、币造文件、武冲地主 或者其他诈骗暴力的手段 去变卖一些不动产、赚取非法利益 剧情不单只展示了地产骗案的技巧、流程 又透过剧中的角色的背景和故事的发展 去揭示日本社会的黑暗面 例如日本文化的偶狼《地下偶像少女》 这部电影两个角色是比较出彩的 第一个是犯罪集团的负责人 叫做山中哈里森 他是一个精通诈骗的地面师 他将诈骗视为生命中的成就 他首先会招集不同专业的人才 作为酒下去分工协作 他就习惯引伸于幕后 作为一个大boss去肿揽全局 当事成出现意外或者问题时 他就会派出一些特工队进行快刀斩乱麻 他最有效解决问题的方式 就是解决制造问题的人 即是神人热口 当然那个面是比较外板 他整齐气的面部表情很少有改变 很平静 好像视身死于毛纹 我猜到是想把这个角色塑造成为对生命 冷漠 冷血 暴力 高智商的人物 这个我觉得他是塑造得挺清晰的 至于主角叫做十本托海 不是开车的那个 他是整个诈骗集团的二把手 负责诈骗事 对外交涉的人物 他本身是一个房地产偏好的受害者 被人搞到家破任何心灰疑难 而在《机缘考核》中遇到哈里森 被他培养成为一个接班人 至于托海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地面师 他想在一个行业里面 找到当年令他受骗那群人进行报复 而最后的剧情都很容易猜到 他单夜的幕后空手就是哈里森 最后就试图二人决战分裂 托海就受伤入院 走了去自首 而哈里森就潜逃去深沙打裂 就完结了整个故事 我觉得整部电影最出彩的就是故事情节 主线是一件接一件 清晰明确没有拖拉 紧逼紧拉满 没什么厕所位 没什么冷场 成功掩埋了一些不合理的剧情 当然如果你认真去想认真去看 其实整个片案都很不真实 你试想一下一些大型公司的法务部 或者整个公司的负责人 他们的能力 在进责调查上 会不会做得差个几个人的诈骗团伙 而且都不会单拍几张 偎造的文件或者证件 就不会查一下业主的真实信息 而最过分的是那100亿日元 是不是真的没有监管 又简简单单随随便宜 就告互给集团的集团呢 我觉得最起码都查个户口的真确性啦 而在整个剧集里面 警方的角色是不是真的能力差到这样 没可能啦 这一套是我以为是一个高智商高科技 一种播易形式的诈骗 最后我看到的就是 整个故事就将大型企业和警方的能力 不断弱化或者降置 令到哈里山的诈团团伙 就可以为所欲为 就算在谈判场上两边都没有播易的情况 反而是有一种叫做有道谈判 整个谈判都是被诈骗集团主导 而那些大型企业是变得好像很怕事 平常就不可能怕事 当事情出现问题 诈骗集团不是用一个纸巾去解决 而是用暴力去解决 杀人灭口 故事的邏輯是完全不能深究 部分是很不合理 不过正所谓 你猜就不要博猜 太认真的话 整部电影就不太好看 整个剧集团我觉得是值得看的 还有我看完之后 我都特单去看一看 日本的买卖流程究竟是怎样的 这些细节 差一个诈骗集团 可以动到手脚去压到人的 这些正式的操作上我没做过 我没买过日本楼 我都没买过日本楼 如果有机会可以找一下 我的日本朋友和大家说一下 那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Louis少年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